嗨 我是伊法 今天要来聊聊女生眼中的好对象 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第一点我觉得就是要专情 这一点我觉得是最根本的基本要求 像我看过不少条件很好的男生 他们客观条件很好 是传统的高富帅 不过却非常的花心 那说实在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第一是感情可能没有办法长长久久 第二就是就算是结婚了 他也有可能背着你一直偷吃 你想想看 你有可能会接受这样的生活吗 所以在不专情的前提之下 其实任何条件我觉得都是假的 我之前在诞生的时候也遇过那种 住在美国的ABC 家境又很好 而且自己的工作也很好 长得还很帅 就是那种一般女生看了 都会有点心动的那种类型 但是后来相处久了之后就发现说 他其实超级花心 我偶然看到他的line里面 同时在聊天的女生至少又5个以上 出去一阵子之后才发现 他根本已经结婚了 他完全过着一个海王的日子 那你说他老婆嫁给他是嫁给一个好对象吗 我完全不会这么认为 所以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很看重条件 但是过30岁之后你会发现 如果要经营一段长久稳定的关系 或者想要步入婚姻 除了条件以外 专情才是最根本的要件 第二点就是要大方 这边说的大方是当他有好的东西 一定会想到你 比如说看到一个美丽的风景 他就会想要下次带你一起去看 吃到一个好吃的食物 也会希望你跟他一起共享 他愿意跟你分享他生活当中 所有的美好事物的这种大方 因为有一种人他吃好用好穿好 经济能力也很好 也很会提升自我 但是他永远都只顾他自己 他完全不会想要跟另外一半分享 那我觉得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其实你是不会成长的 因为永远都只有他一个人在成长 并没有要带着你一起前进 我觉得这就失去了两个人 互相扶持的意义了 假设说今天有个A男 他口袋里有100元 但是他愿意拿出50元跟我共用 那另外一个B男 他口袋里有1万元 但是他愿意拿出80元跟我共用 80元虽然比50元多 结果看起来是他比较好 不过我一定会去选择前面的A男 因为心意跟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说的不是只有金钱而已 而是其他的东西都是适用的 他愿意大方跟你分享 共享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是愿意花时间在你身上 刚刚上一点我有讲到 我觉得大方很重要 不过对于有一些经济状况 比较好的男生来说 要花一点钱在你身上 买东西讨好你 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对于那些可以用钱打发的事情 我觉得等级就不会这么高 等级最高的用心是 他肯把时间花在你身上 因为时间才是最珍贵 而且用钱也买不到的 像我以前跟富二代在一起过 他也是典型的那种 可以让我吃好穿好住好 但是却不愿意花一些时间 陪我好好聊天 有时候讯息也是爱回不回的 就会让我觉得非常没心 像有些男生很喜欢用工作当借口 但是真的不会有一个工作 忙到24个小时 你抽不出30秒 来回复你的女朋友或老婆 像我老公他工作也非常忙 每天的行程都很满 但是只要我传解讯给他 他通常都是回的超快 这也是让我感到非常安心 跟安定的重要关键 因为我会知道 他把我放在他人生的排序的最前面 所以他愿意把最珍贵的时间留给我 第四点是自主性 一个男生有自主性是非常重要的 假设说你想要跟他结婚的话 婚后才不会遇到太多的婆媳问题 因为妈宝老是会以他的父母的意见 作为他的第一考量 久了之后你跟他之间一定会有摩擦 像我之前那个富二代男友 也是一个妈宝 周末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天 是完全不能排任何行程 一定要陪爸妈 然后他动不动就很爱说 我爸说什么 我妈说什么 一方面我当然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年纪这么大了 还要听你爸妈的话 二方面是假设我嫁给他这样的人 那基本上我的命运就会跟他一样 只能当一个乖乖听话的媳妇 那我是一个主观意识很强 也很有自己想法的人 完全不会想参考什么三从四得 我想现在大部分的女性都是如此 所以你一定要观察这个男生 他有没有很高的自主性 当你跟他的家庭 或者是当你跟他的工作之间 有冲突的时候 他是怎么选择的呢 他是把你放在第一位 还是把他的爸妈放在第一位 这是女生在走入婚姻之前 一定要考虑清楚的 第五点是有上进心跟责任心 延续上一点讲到的经济能力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家境没有这么好 但我觉得他是基优谷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因为自己 很有上进心很有责任心 所以他未来在工作上 也一定会有不错的表现 是可以期待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好的 我觉得两个人从没有走到有 这样一步一脚印的走过去 一起成长共患难的感情 也会不太一样 虽然说人生很短 不过好歹也是有几十年 所以在择偶的时候 不要只看眼前的这两三年而已 不要太短视尽力 一个稳定而且良好的人格特质 一定是比现在他有那些 可能会变动的浮动条件 还要来的更重要 一个有上进心跟责任心的人 也一定会照顾好他自己的家庭 也会不断的充实自己 所以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他会带着你一起成长 也是非常加分的关键 第六点是喜欢你 而不是喜欢你的条件 我之前在优质男性的择偶条件中有讲到 低层的男生他喜欢的对象 就是满足他的生理需求 那么中层次的男生他要的就是条件 他要的就是一个好看的对象 就好像一个好看的包包 好看的衣服一样 一个串头的对象 可以让他有加分的作用 然后最好对方还是嫌内住 可以帮助他的事业 而高层次的男人重视的就是你这个人的灵魂 他喜欢的是你的灵魂 是你的内在跟你的思想 所以这样的喜欢我认为是最稳定的 同样举之前的富二代男友来说 我也觉得他单纯其实只是喜欢我的条件 因为我比他年轻很多 还有加上说我的外表可能是他喜欢的 所以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 当他找到条件比我还要更好的人的时候 他就一定会出轨偷吃 所以跟这样的人 就算最后我真的跟他结婚了 我也没有办法感到安心跟踏实 像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还在念私立大学 他对结婚这件事情就是不温不火的 然后也一直鼓励我说 你要再更进去精进你自己 你这么聪明不要浪费你的才能等等的 那后来我就真的考上台大了 考上台大之后 他就突然非常积极的跟我说结婚的事情 那其实我心里感觉是很差的 我会觉得说 你只是因为我的条件又变更好了 好像更达到你的标准 你觉得很难找到一个超越我的人 所以你才会态度变这么多 马上要讲结婚的事情 还有一个点是我们在谈结婚的时候 比如说装潢房子好了 那基本上只要是我们两个的区域 他就会完全以我的意见为主 设计图也会让我看 让我做全部的决定 我想要多大的更衣室等等的 不过只要他们家的家人有意见的时候 他就会回来劝退我 希望我去迁就家人的意见 他这样其实标准就是中层次的男人 因为他喜欢的就是一个条件好 又听话的对象而已 他娶你并不是代表他真的爱你 只是你刚好符合他想要的 而且加上他的试婚年龄到了而已 所以我当然觉得 没必要跟这样的人结婚 陪上我的一辈子 我也会担心说 哪天我的条件不再这么好了怎么办呢 因为总有一天人都会老 所以我跟他分手之后 我就很确定 我要找的男生 是那种不要只看条件的中层次男人 而是要喜欢上我这个人灵魂的高层次男人 第七点是经济能力 我觉得这是共主家庭一定要考虑的 毕竟结婚之后 你可能会面对要养小孩 或者是买这买房等等 太多的柴米油原酱醋茶 绝对不是你爱我我爱你就可以过得下去的 那这个经济能力当然包含了除了他个人的收入之外 也可以考虑他的家庭背景 都是算在里面的 我也知道在这个年代 其实想要买房买车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在择偶的时候 有一个客观的经济能力的标准 也是蛮正常的事情 俗语说 凭借夫妻百事哀 一定有他的道理 当生活过得很苦的时候 两个人的感情就很有可能会因为争吵而磨损掉 而且我觉得经济不好也不太适合养育下一代 因为下一代也会过得很辛苦 所以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 因此我觉得经济状况 也是在理想对象当中很重要的考量条件 第八点是愿意一起成长 这一点是我观察到 我在台大念书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堂哥也在台大念电子所 那我就认识了非常多电子学院的学长 那这些男生其实都算是客观条件很不错 都是顶大的硕士毕业 未来也是科技新贵 但我有观察到有一部分的人 他是自己很强 但是他不会带着另外一半一起成长 我就遇过一个学长 他各方面都很不错 建宗台大然后一路念到硕士 不过他就会跟我抱怨说 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 就是因为他女朋友是空姐 他觉得只有外表 没有上进心 没有内涵 反正言语中就是在嫌弃人家是一个花瓶 那我会觉得蛮莫名其妙的 因为跟他聊天的时候也会发现说 他并没有带着对方去做哪一些 精进自己或者是提升自己的事情 他都专心在自己身上 然后等自己变得更好的时候 又反过来检讨对方不够好 那你当初不也是看上人家的美貌吗 所以这种人就是让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不过有一种人是他自己好 他也一定会带着你 他也会盯着你 虽然会让你有点压力 像我老公就是这种人 常常都会跟我耳听命命说 要花时间投资自己 然后他也不是只有说说而已 每一次我说我要上什么课 他都会说赞助你没有问题 这个我百分之百支持你等等 总之他会非常希望我变好 所以你看我老公跟那个台大学长 其实一样都是很上进的人 可是会不会带对方成长 带对方一起飞真的差太多了 所以一定要选一个自己很上进 又愿意一起带着你成长的人 第九点是人生规划都想到你 如果对方是想要跟你长久稳定的走下去 那他的人生规划里都会把你算进去 我就遇过有朋友是男生想要出国留学 然后完全没有跟他商量 就自己考上之后跟他说 我要出国 然后就拜拜就去出国念书了 不然就是男朋友想要外派 想要出国工作 然后也完全不跟另外一半商量的也非常多 这就反映了两件事 第一个是在他的心目当中 学业跟事业都远远超过你 你的优先顺序在很后面 第二件事情是 他并没有那么尊重你的喜好 就算在他心里面 学业事业爱情是一样重要的 那他也应该要跟你讨论 询问你的意见 然后再一起做出 彼此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的决定 不过自私的人是不会这样想的 一个不够爱你的人也不会这样做 所以一个理想的对象 他一定是会在人生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不管是想要换工作 想要出国想要买房 一定会跟你讨论 也会把你规划进去 第十点是外表要达标 这点的话我觉得是因人而异 像我自己是不太看外表 不过因为像我很娇小 就会有一点点优身学的考量 我对外表的要求就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身高一定要170公分以上 那我也有遇过就是 各方面都很不错的对象 但是身高真的不够 最后我也觉得是不行 因为这就是我心里的梗 我硬是跟他在一起 我哪天一定会受不了 像我某一任前男友也长得蛮抱歉的 那当时我是觉得没关系啦 他对我好就好了 虽然说其实他已经有点超出我能接受的范围 那后来交往几年之后 恋爱滤镜就慢慢退掉了 我常常看着他都会觉得说 好像不是这么的顺眼 也会思考说 我真的可以看这张脸一辈子吗 毕竟我们要走一辈子 也要让我维持心动的感觉吧 所以我觉得内在当然是最重要的 不过外表至少要达标 那当然这个外表的好坏是没有标准答案 因为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 但我认为要长久走下去 你找一个可以顺眼的人也是很重要的 好啦以上就是10点 我觉得女生眼中理想对象的必备条件 留言告诉我 你的另外一半符合几项呢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你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想看什么样的主题 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见啰 下方留言凰